3. 铺设毛毯 1. 准备 房屋工作车上准备床单两条,毛毯一条 床垫上已铺设清洁卫生垫与底床单 并已拉出锯床头30公分距离 2. 铺设下床单,取床单 铺设下床单 反面向上 中线对准床中央 床头端下垂30公分 3. 铺放毛毯 取毛毯 站立床尾,将毛毯抛向床头 将毛毯正面朝上往两侧拉开,平铺于床上 标志位于右方床尾 4. 调整毛毯 调整毛毯中线折痕,对齐床面中央 走至床头,以同方式铺平毛毯 前缘与床头平起,两侧等宽 5. 铺设上床单 铺设上床单,第三层床单 正面朝上 展开床单 对准中心线 走至床头 对准中心线 摊开床单 调整使其平整 6. 翻折床头颈 将床头端下垂去上下两层床单 向上翻折与床头对齐 再翻折形成约30公分宽的床头颈 整理床头颈两侧 再以手刀切入床垫下 7. 包覆床垫 走至床尾 将长边的床单与毛毯 以手刀切入床垫下 折出垂直折线 将短边的床单与毛毯 切入床垫下 以相同方式 整理床尾另一角 走至床头 将长边侧之床单与毛毯 切入床垫下 8. 检视完成 检视平整度 完成 健康 6. 检视香港 增长 10. 检视 2. 检视 4. 检视